所以各地的溫度在東半部地區來到31到29度之間 西半部地區在34到36度左右 我们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温度分布的情况 从今天下午一点左右的温度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最高温发生在新竹苗栗这一带 有到紫色的情况 那个紫色的温度我们可以看到温度整体来说 在苗栗线最高温出现了38.3度 新竹县市也都出现了37.7度的高温 除此之外再包含金门包含台南地区 也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的清新 这主要就是因为受到整个东风沉降的作用影响 因此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的情况 我们预估明天虽然说整体的降雨情况在东半部越来越明显 但是明天可能在彰化引南到台南地区 还有南投地区甚至金门地区 有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 而至于东半部地区的温度 因为受到整体下雨明显的情况的影响 温度大概来到27到29度之间 我们再看一看 从卫星云图上面看到整体台湾附近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附近的云量相对是比较偏少的 有一些零星的对流云气在东半部地区逐渐的接近台湾 所以造成其实在东半部地区跟刚刚提到大台北山区 今天白天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 第17号台风狮子山 它目前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 它未来对台湾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它整个外围的影响造成了 其实在南台湾地区都有些长浪发生的情形 而至于第18号台风圆规 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的云系 就整个圆规的外围云系 它整体的中心在这个地方附近 而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有很多的中心在这边互绕 代表它目前的结构来说 还在重整 还在逐渐的增强 从云渡上面可以看到 北边比较厚实的云系 跟南边比较厚实的云系 都是墙对流的地方 我们预估 这个圆规的台风 未来还是会在持续增强 而且它结构还在重整当中 未来它持续向西北的方向 转西的方向 逐渐通过我们的巴士海峡 11号的位置会来到旅宋岛 东北边的近海 12号的位置来到旅宋岛 西北边的近海 在11号到12号离台湾相对来说 是最接近的时候 那由于在最接近的过程当中 情感局如果在那样路径 它维持不变的话 我们预估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 就会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要提醒 目前现在看起来 陆上台风警报的机会 还没有全部排除 但是即便它未来是以 海上台风警报来发布而已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它所带来的强风 豪雨跟浪很大的情况 这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来说 台风在通过的过程 北边有一个高压在通过 这边台湾附近 它的外围环流跟东北风 造成其实包含的台湾海峡 还有台湾附近的 浪跟风 也都会特别的强 特别11、12号 最近的过程当中 它到时候的东风会对整个 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山区 也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出现强风的部分 在图上出现黄色跟这橘色的部分 代表今天有阵风到 8到9级的地方 从这些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含像包含像整个桃园以北地区 然后包含像 恒春半岛跟绿岛蓝雨这些地方 今天都陆陆续续出现了8到9级的强阵风 随着远规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 包含金马也开始会出现8到9级强阵风 甚至明天相机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包含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绿岛蓝雨跟澎湖金门马祖 预估在明天到后天这段时间 甚至会出现9到12级的强阵风 台湾附近的沿海的浪 也都会来到3米至5米左右 再提醒大家 如果没事 请千万不要到海边活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开始整个降雨情况 会在东半部地区开始明显起来 北部地区也开始种了有短暂雨的天气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降雨最明显的 就是在红色这个地方 在整个北部的山区 还有在宜兰这个地方 降雨的情况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会开始逐渐明显起来 甚至到明天的白天之后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我们预估在11、12号这两天 东半部地区 北部山区 北部山区指的就是中央山脉临线这个部分 它的雨势可能到大雨或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 甚至也不排除了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这样的降雨 尤其在明天又是收假的时候 我们务必要提醒各位用路人 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必要要行进东部 尤其像俗话公众的地方的话 一定要特别先注意相关的用路情况 注意这些新的气象资讯 先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另外强风的影响 也要提醒大家要先实际注意相关的航班资讯 有个台风正在逐渐接近过程当中 我们要提醒就是在未来11、12号这两天 它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到时候台湾附近可能带来有强风 有豪雨尤其东半部地区跟北部山区这些地方 因为台湾附近的浪也都是特别大 大家一定要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 以上是小的最新气象资讯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YT频道